哈喽大家好我是赵地 欢迎收看大壮壮电影 能拍出把鳄鱼肉当大餐的电影 恐怕为数不多吧 想想鳄鱼凶残的模样 还真是有点难以下咽 鳄鱼节就要到了 珍妮大学毕业回到了老家 和父亲老外一起乘船去捕杀鳄鱼 这个小镇以卖鳄鱼吃鳄鱼肉而出名 珍妮一直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不吃动物肉 很快他们抓到了一条巨大的鳄鱼 但不幸的是 老外的手被鳄鱼咬了一口 不过也没太当回事 珍妮和男友来到湖边约会 正在腻歪 岸上的人突然大叫一声 就被一条变异的鳄鱼 用尾巴刺穿了胸膛 这条鳄鱼的身体是绿色的 两腮发红 尾巴还长了几根大刺 把男子塞入口中就吃掉了 珍妮和男友一看 赶紧吓得往岸上游去 与此同时 小镇上的鳄鱼宴已经开启了 众多村民大口吃着各种口味的鳄鱼肉 一片欢声笑容 珍妮跑回来告诉父亲 可是没有人关心所发生的一切 这也太扯了吧 连续死了两人都没有人管吗 女警察开着警车在湖边巡逻 发现了一个古猎人 就帮她一起抓捕鳄鱼 没想到鳄鱼一跃而起 一口吃了男子 女警察吓呆了 赶紧跑回警车呼叫支援 没会儿 警车被三四条鳄鱼围住 她下车拔腿就跑 直接被一条鳄鱼给刺死 珍妮的男友收拾东西 准备干掉鳄鱼 无意间发现 有人往湖里侵盗化学品 就在想 是不是化学品导致鳄鱼变异的呢 珍妮就和男友开着快艇 在湖里寻找鳄鱼 时间到了晚上 一个男警察过来查看情况 你们这都什么效率啊 过了这么久才来 想不死都难啊 男警察看到女警的尸体 吓得噎跑了 这心理素质可不行啊 案子没办好 还吓破了胆 男警察和老外说了此事 老外就去找盗化学品的人的茶 就在这时 在快艇上的珍妮和男友 遭到了鳄鱼的袭击 珍妮的喊叫引起了老外的注意 老外就站在水里吸引鳄鱼 鳄鱼就冲了过去 老外的手下就开枪打死了鳄鱼 正当大家高兴时 又窜出来两条 大家吓得赶紧爬上了快艇 但还是有一个人因此丧命 老外洗手时 发现他的伤口变成了绿色 手背的皮肤也变成了鳄鱼皮 这下大家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警察就悬赏五千刀抓捕鳄鱼 还请来许多捕猎高手 他们一起来到树林里 发现了很多鳄鱼蛋 这惹怒了大鳄鱼 没一会儿就死了几个人 鳄鱼也被乱枪打死 大家都以为太平了 没想到老外被感染成了鳄鱼 第二天警察来找老外商量事情 没想到人反被鳄鱼袭击了 警察就告诉了珍妮 珍妮和男友再次去抓捕鳄鱼 珍妮在丛林里不慎掉入沼泽 不知所措的时候 一个鳄鱼爬过来 珍妮以为要没命的时候 鳄鱼并没有吃它 反而用尾巴救出了它 珍妮看到了鳄鱼的牙齿 有一颗是金色的 就想到了可能是她的父亲 老外 其他人就决定杀死这些被感染的人 就和警察商量了一下计划 众人带着武器前来猎杀鳄鱼 他们把众多鳄鱼引进了一个仓库里面 里面撒满了汽油 炸死了所有变异的鳄鱼 珍妮男友最后也被感染成了一只鳄鱼 侥幸逃过了一劫 最后珍妮有了小孩 珍妮男友日夜守护着他们 剧情虽然粗糙了点 才是真正的为人类着想的 也反映了在面对不同事物时 人性的微妙变化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赵地 咱们下期再见